为了要抢公母亲节的商机 有饭店就从5月份起 每个星期天的周五都会举办帮妈咪拨龙虾大赛 只要您拨龙虾拨得快又完整 就有机会为妈咪赢得一克免费的龙虾海陆大餐 而拨龙虾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的 饭店就特别请来主厨透露拨壳的秘诀 马上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 这一只只的大熬龙虾看得让人为之惊呼 而这海陆双拼更是让人口水直流 如果能让妈妈享用这豪华龙虾大餐 想必可以展现十足的孝心 为了庆祝母亲节感恩月的到来 新装汉平酒店就推出了帮妈咪拨龙虾大赛 从5月份起每个礼拜天的中午 前五组报名参赛的民众 只要拨龙虾速度够快 冠军的人就能够为妈妈赢得免费享用 加拿大龙虾海陆双拼排餐一课 拨最快的而且是拨得最完整的 然后肉流的最少的 那我们就可以 她的妈妈我们就可以让她免费享用龙虾大餐 龙虾该怎么拨才能够拨得快又完整呢 看主厨利落的处理 只要一分钟左右就能够轻松将龙虾肉完美取出来 而在这里现在主厨呢 也透露了快手拨龙虾的配搭 我们两只手这样 用力把身体压压下去 会听到开开的声音 听到会开开的声音 之后呢 再顺势 往外扳 往外扳之后身体的肉就可以拿出来 就很轻松就拿出来 除了龙虾身体的肉之外 加拿大龙虾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一双大凹 主厨王辅力表示 轻轻碎块大凹 并且利用较小的虾前取出虾肉 另外关节处也不能漏掉哦 可以用这我们刚才这只当做我们的工具 把这关节肉挖出来 关节肉 OK 第二个小关节里面也是有肉 一样用这只小的熬把它肉都挖出来 饭店表示加拿大龙虾又被称作为龙虾中的王者 肉质雪白甜美 Q弹多只 饭店集团自从引进之后就颇受好评 更曾经创下单月热销三万只的记录 我们这次引进的是加拿大龙虾 那加拿大的龙虾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熬 它的熬的重量占它身体的大概就已经三分之一了 那所以它的肉质呢 因为它是在比较北方 那所以它的肉质是比较Q的 然后是比较鲜嫩的 是比较多汁 是比较甜的 那我们希望说民众在吃龙虾的当时呢 也可以感受到这个龙虾的甜味 这一套千元龙虾大餐可以搭配牛小排 猪排或鸡排 从前菜主餐到甜点供八道料理 只要您够快手就有机会让妈妈免费享用 饭店表示会推出这样的趣味竞赛 除了是要将美食和波龙虾秘诀分享给民众 也希望让大家学习到珍惜食材的态度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